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向俄政府转交特朗普信件 图源美美海外网8月9日电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8日晚间发布推文 他已向俄罗斯政府转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件 不过对于信件属性白宫与保罗的说法不一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路透社等外媒报道 保罗在推文中强调这封信向俄方提出在不同领域合作 他说我有信将特朗普总统的信件转交给普京总统的政府 信件强调美俄在反恐议会间对话等方面进一步接触的重要性 还提议恢复美俄文化交流 然而白宫表示这封信不过是特朗普替保罗访莫斯科写的推荐信 白宫发言言或根基德利 sogunditly发表声明称 在参议院保罗的要求下 特朗普提供了一封推荐信 特朗普在信中提到了保罗想与普京讨论的话题 图源每每一位白宫官员告诉CNN 保罗在推特上说的这些 只是他本人希望与俄罗斯总统讨论的话题 而并非特朗普要求他与普京讨论的话题 对于这封信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普京写的信 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递交至俄方 但是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没有阅读 佩斯科夫表示 确实我们已经从外交渠道获得信件 他还说预计总统办公厅近期将拿的信件 据悉保罗于8月5日至8日 随美国国会代表团访了 并同俄方议员就改善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举行会晤 这是近一个多月来第二次在莫斯科举行类似级别会谈 美国议员代表团6月第7月初 曾访问过俄罗斯 保罗6日在莫斯科说 美俄间急需展开对话 美方已邀请俄议员访问华盛顿 他还表示将反对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美国议员访问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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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